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一个 柯一门会帮你制作名片的一个网站 BusinessCart Mac 网址在这个地方 基本上一进来就是这个画面 你可以自己选择 你要的色系 什么样的图案 这都有 不要钱的 让你自己选择 左边是图片 右边是打的名片资料 也可以上下的 也有上下版的 你可以看得到的 那就看你自己觉得 你需要做哪样的一种 配备的 感觉到你喜欢的 喜欢的 有没有 那这都很多种 提供了非常多的一种样式 各种颜色的也有 看你自己喜欢 看自己喜欢 然后呢 第一个就是说 假设说你有那个logo图案 你可以用upload 你的logo这个地方点一下 去抓你的logo图案 去抓你的logo图案 比如说我抓了个人的 抓一个图案进来 有没有 它就会把你的logo放上来 那放上了以后呢 再来就干嘛 你可以打你的名字 然后就在这边就可以写了吧 以及你的指示称 对不对 然后你的地址 比如说 有没有 然后你的电话 你就可以自己打 这个都可以打你的电话 那问题点来 另外那个 你像我刚打的 有没有 它不够宽 你可以自己拉 这是可以拉的 像这种东西 就是这样嘛 它提供的给你的 是可以拉的 你的宽可以拉开的 你知道吗 你自己决定 你要拉的这个宽度 这是可以调整的 但是 这里面就会变成这种情况 你去干嘛 你要自己去把它调整 自己去做一些设定 有没有 还有你的email 有没有 这也是一样可以拉宽的 拉宽 email 网址都可以拉宽 可是问题点不好打 因为它这个 是全部都是套装无件 所以你就不能打 有没有 打完以后 你看还不够哦 你觉得还不够 你就要自己再去拉 这就是一个情况 你要拉的很够才可以 那拉的很够 情况下 你还有一个问题点 是什么 你要调任的 位置 假许你觉得位置怎么办 像它这个 哇 你要调就可以拉 眼开一点 把它的位置调进去 你要看 它这边会有这种问题点 你看到没 有没有 宽度不够 这就是跟你讲什么 宽度不够 你要拉 可是它拉的情况下 最多也就这么多 有没有 所以 你自己去看一下 你去调整一下 那这是你的网址 有没有 有没有 都会变成这种情况 所以它这个设计上来讲呢 会有点问题就在这里 你给它打一打 那它挤不进来了 都会插一个字 有没有 所以我就配合它一下 不去干嘛 随便把它杀一点东西之调 正常来讲不能少的 你这是因为它这个本身 它有一些限制柱 限制柱 我给你解释一下 它这种有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 比较 累 比较累 正常应该可以拉的 它最多只到这里而已 走到这边 这样的设计 我是觉得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那有人会说 那我可不可以调字大小 你框起来后 注意到 这个字大小可以调的 可以再调 最小就是这么多 10 有没有 已经是最小了 你说 没有办法再干嘛 神场你可以选字型 有没有 你要哪一种 你可以自己挑你的字型 有没有看到 然后勒 你要不要 写体 要不要粗体 有没有 这都是可以自己挑的 所以这边来讲 你就很简单 像刚刚一样的 有没有 我就把它直接干嘛 缩小好了 再把它缩一下 框起来 有没有 把它缩成 用老的 老的这种 比较细的字 出体就好了 有没有 把它挤进来 这都是一个区块 一个区块来做的 模组化 好 好 然后来 这里面会有个问题点 假设你今天觉得 这边做完以后 你要把它干嘛 使用 你觉得要使用 你可以干嘛 我先拉大一点 因为这个 要搬一下位置 拉大一点 问题是 这位置好像不是很满 我可以把它调一下位置 好了 以后 我可以这样干嘛 这边download 你可以选择 你要download成什么 PDF档 还是JPEG 这两种选择 PDF或者JPEG 好吧 我说JPEG 它就把你download成JPEG的 所以 你这时候下载完以后 你可以把它开起来看 这个档案 它就是像这样子 有没有 帮你做好一个 简简单单的一个 名片 简单的 然后呢 logo 假设说你没有的话 也不要紧张 这边有 建立一个logo 这个按钮 你把它点一下 以后 它会开另外一个 新的 页面 你就自己打 你的这个名称 你看你要打什么名称 你就可以打 比如我说的 中文 不好意思 你就可以打一个这样子 打完以后 你可以选择 建立logo 这个按钮点下去 它就要帮你建立logo 那不好意思 它这个建立logo 总共建立多少个呢 我跟你讲一下 你往下看 在这里 300个 每页有24个 总共要帮你建立 有700多个 720几个样式 所以你可以慢慢的干嘛 一个一个选 一个选 一个选 像你要怎么样 有没有 像我说那样跳一个 你看 都是样式 各种样式都有 各种样式都有 所以它这里面 就包含两个 第一个 帮你建logo 第二个 帮你做名片 这一些都不要钱 这些都不要钱 好